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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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于见到了高丽国王王专 小朱了一个月 谢斯启程回国 王专准备了安马 衣服 人参 药材等作为回礼 谢斯牢记朱元璋杀也不能要的叮嘱 致 收了高丽文臣赠送的是 王专着实动容 表示断绝与蒙元的政治联系 停用元朝的执政年号 定在八月来朝 由朱元璋正式册封王专为高丽王 对于朝鲜的朝贡 朱元璋也给予照顾 只接受一些土特产 金银宝物 等贵重物品一律不要 朝鲜自元朝就有送贡女的项目 想给朱元璋也送几名宗室美女 但被朱元璋拒绝了 明洪五二十五年 朝鲜半岛闹出了不小的动静 家门之后 李承贵发动政变 把高丽王免下台 自己当了王 为了获得明朝的支持 李承贵探人到朱元璋面前表忠心 申请废除高丽的名字 请封一个新的国名 朱元璋一番思索 取朝日鲜明之国之意 定下了朝鲜这个名字 即我们说的李氏朝鲜 从五二十八年 朱元璋在黄明祖训中将周边十五个国家 列为不争之国 朝鲜便是其中之一 后来朱棣登上皇位 不过是挖了侄子朱元璋的墙 脚多少有些不地道 大多数藩蜀国并不认同朱棣 朝赫永乐登基也不积极 然而 必是朝鲜来恭贺 而且是第一个人来的 这让朱棣对朝鲜的好感度倍增 中朝贸易也在这一时期频繁起来 朱棣在位期间 朝鲜进贡的次数明显增加 贡物也升级到金银 马匹 人参 以及纸张等 单说纸张吧 当时朝鲜造纸质量不错 称高丽供纸 光亮洁白遗书化用 朱棣很是喜欢在正期间收到的高丽供纸超过十万张 除了供物 李氏朝鲜问朱棣要不要美女 朱棣不像他老爹朱元璋一样有原则 晕了 于是 李氏朝鲜分三次送来十多个供女 另外 还有将近二百名宦官 统治着朝鲜半岛的李氏朝鲜 治国一直用的是儒家思想 自称小中华 很多人说明朝与朝鲜是血浓与水的关系 其实也不算夸张 因为在万历朝鲜战争中 明朝证明了 自己的确是一博人天的好大哥 刚结束 战国时代的日本侵略朝鲜 而当时的朝鲜内部已团乱 问题频发无力抵抗 挣扎在灭国边缘 值得向明朝求救 万历两次出兵 出动了上十万大军 历经多次血战 损失数万人把日军逼腿 耗用银两几百万两援助朝鲜 让李氏朝鲜对明朝十分感激 后来明朝灭亡 满清政府自然也要派人来朝鲜下通知 再次强调两国关系 相比于明朝对朝鲜的帮助 清朝对朝鲜不算友好 朝鲜君臣和独书人对满清没有好感 渐渐地形成自己的独特套路 平时对清朝表现了李树周正 私底下称清帝为狐黄 清史为卢史 与清朝官方交往时使用清朝年号 转身回家 仍使用明末的崇祯年号 服饰也仍坚持大名一官的仰视 如果因工作需要出访清朝时 朝鲜官员都会先到鸭落江边吹吹风 赴一首诗词 抒发一下内心有日月 然后再无奈吹成 曾经有几个朝鲜官员在私下使用了清 朝年号立刻被同僚怒怼 被骂不知廉耻 朝鲜孝宗帝一直敢怀明朝曾给予的帮助 甚至以光复大名为己任 还倡议北伐 他可不是光嘴上说说 而是花钱扩军备战 启用各种人才 朝鲜眼观六路 积极打听还有哪些反清势力 对当时的南明政权 云南吴三桂 台湾正成功 蒙古镇嘎尔丹等寄予厚望 长海使陈渡海联络 策划自己也能参与反清 三藩之乱爆发之际 朝鲜有大臣上书为当时的国王显宗 认为节级出兵反清的时机到了 是时候完成效忠遗愿了 竹生们听说后也纷纷响应 上下一片北伐之声 但是写宗有些迟疑 还没做出决断就突然驾崩了 宿宗继位时才十三岁 无力主政 北伐大计无奈血藏 后来朝鲜一直财政困难 军位薄弱 更是未能实现反清 但李氏朝鲜倒是有些风骨 一直悄悄进行着各种对明朝的追思活动 在明朝灭亡六十周年之际 宿宗下令 修建大报坛 祭祀神宗 以感谢万历皇帝在日军侵朝时 派大军援助朝鲜的救国之恩 每年历代国王都亲自参与 大报坛祭祀 成为朝鲜王朝后期最隆重的祭祀典礼 到了朝鲜英祖时 大报坛的祭祀对象 又增加了明太祖和崇祯帝 这样的祭祀活动 一直坚持到清末朝鲜被日本吞并 1908年在日本人的压力下关闭了大报坛 此处也沦为废墟 好在还有老照片能证明那段历史 虽然大报坛没有了 但韩国至今还能看到不少纪念明朝的建筑物 比如朝鲜儒生所建的万东庙 庙中刻有崇祯手记 非常珍贵 相比大报坛来说比较民间 但在儒生心目中地位很高 还有朝宗延大同庙 是由朝鲜的明朝移民后裔建立的 至今仍在祭奠明太祖万历 崇祯皇帝 除此之外 已是朝鲜还修转过大量的明朝史 和中国史著作 洋洋洒洒满满的汉字 在整个古代历史上 如此积极修转他国 历史的情况实在是罕见 而编端者也坦荡地表示 就是为了感念大明恩情 二战后 朝鲜半岛正式分裂为朝鲜与韩国两个国家 回望李氏朝鲜 虽然国小兵博 却神奇地延续了五百年 在朝鲜半岛能算上稳固的王朝 提的关注的是 在清朝时期 李氏朝鲜内部公文 仍采用崇祯年号 竟然延续到 崇祯二百六十五年的纪年 想想看 明末年号能在他国使用长达二百六十五年 这股韧劲的坚持也着实不易 可见 李氏朝鲜是发自肺腑的尊崇明朝 返回搜独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李氏朝鲜